一颗蛋打在煎台上 直直作响 再放上火腿肉片 放入面包 一份美味香喷喷的肉蛋吐司 就完成 早餐店 大学生热门餐点 肉蛋吐司 不用到早餐店买了 在学校 学生也可以自己动手做 以学生来说 我们基本上的选择 就只有上外面的南宿街 或是在学校附近 因为我们也没时间跑太远 我们还要上课 所以平常就只能吃外食 大学生自己动手做早餐 采买肉片272元 蛋84元 吐司90元 总共446元 20个人分食 一个人只花23块钱 和早餐店相比 一份肉蛋吐司45元 就便宜了22块 一个月可以省下660元 一学期更是省下将近4000块钱 自己做的话 你可以自己调自己的口味 盐巴或者是油 可以少放一点 这样对自己的健康也比较好 台中一间大学 男生宿舍地下室 校方大改造 将近230坪的空闲空间 改造成设备完整的厨房 打造我们学生宿舍的地下室 让同学可以在这边 类似家庭一样 大学生三餐老师在外 现在自主共食 风潮进校园 让学生吃得安心 更饮食均衡 记者龚玉德 林佳寅 台中报道 由大学生宿舍的地下室